安卓系統裡面包含華碩 像我現在手上的三星 他們現在其實在於電池省電上面 都有做那種一鍵省電的效果 大家好 我是Tim哥 很多人看了iPhone的省電技巧以後 一直敲碗 為什麼沒有安卓的 所以我決定今天來拍一下 安卓的省電密招給大家看 一起來了解吧 我今天先拿三星的A9來做示範 事實上其實安卓系統 它是基於Google Android的系統 在每一家的手機會有不同的一些小改 但是有一些地方是有共通性的 這些共通性就是我今天要教大家的省電密招 第一個就是其實所有的手機很耗電的 其中有一個地方就是你的手機的螢幕面板 尤其是你的螢幕亮度 也就是說螢幕亮度 你今天如果都調最亮的話 你的手機絕對耗電非常快 那我為什麼現在才來拍安卓手機呢? 因為安卓手機其實大部分的現在旗艦機來講 它的電量都超過3600以上 甚至有些已經達到4200 光這樣子的手機說真的 你已經幾乎用不到行動電源 可是有一些呢 如果是低於3600的 你們就要仔細聽喔 第一個螢幕怎麼來調整? 我們先進到了設定 我進來設定 設定呢 你就去找到螢幕 螢幕顯示 顯示找到以後 你看我現在亮度是調最亮 我是不是調太亮 所以其實你可以調整到自動亮度 自動亮度 你看我剛一調以後 你有沒有看到它變暗了? 有它變到中間了 因為它會去偵測現在的環境的光源 去幫你的螢幕亮度做一個調整 那如果你覺得自動亮度呢 你自己覺得它好像還是很耗電 那你就可以再依照你自己的需求 把螢幕亮度 你關閉自動亮度再調低一點點 那這樣子你覺得如果自己合適 那這樣子就OK了 好這是螢幕亮度的部分 再第二個是很多人你手機用完以後 其實他應該要到了所謂的休眠 因為你可能不用 可是有些人在螢幕自動休眠的調整上 有一些人會調整到永步 或甚至於20分鐘30分鐘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做一個調整 在哪裡一樣 你就選擇那個顯示 在下面有個螢幕玉石 點下去以後呢 我建議你們設定30秒或1分鐘 也就是說你手機靜置30秒或1分鐘以後 它就會自動幫你這個螢幕做關閉 好不相信我現在選擇15秒 15秒喔 我都不要動 那個螢幕的亮光已經按下去了 欸 它休眠了 15秒嘛 這樣子也會減少一些耗電 那這樣子也是還蠻不錯的喔 再來 很多時候你的WIFI藍牙 你都是把它開著的 那這些的連線功能 事實上其實你是不需要的 那不需要你把它關閉 還是可以做省電 那怎麼關閉 有些人說那我直接開機靜置就好了 是啊 你飛航模式全部關掉以後 我給你講一件事情 那有人打電話給你 你也見不到 所以其實 還是我們到設定裡面 自己做關閉 那一樣我們到哪裡呢 我今天點進來 設定 設定在上面的WIFI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 我真的很浪費 我把藍牙也打開了 對有沒有 你真的很喜歡把藍牙打開 對我把藍牙關閉 甚至於NFC付款這邊 我也把它做一個關閉 好 就有需要你再打開就好 所以我現在關閉它 好 那還有 那個位置的定位的地方 其實 現在也是先用不到 先把它關閉 好 所以現在我全部都關閉以後 因為我現在連公司的WIFI WIFI留著 那這樣子 其實你也可以 達到省電的動作 有一個東西 是大家最常忘記的就是 事實上你常常用了很多手機 用了很多APP以後 你忘了關 其實它是在背景還會再繼續運作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點下去以後 你有沒有看到 我這邊都是我剛開的 他們也在耗你電啊 因為你沒有關閉它 所以這個時候 關閉全部 也是省電 好 那再來呢 其實如果你不想要 用我剛剛的那個位置 整個把它做關閉的話 那是不是也可以 有另外一方式可以省電 因為有一些你搞不好 是想要用 很簡單 一樣 你在位置的地方 你看我現在把它打開了 打開以後 這邊寫個高精確度 好 這邊 點下去 好你看第二格 就是使用WIFI集中網路 來估算的位置 這邊有省電的選項 你就選擇省電 好這個時候 其實它也可以做省電 還有呢 再來呢 就是我們手機裡面常常會更新軟體 那你更新軟體的時候呢 記得 公選到連接WIFI 才能自動更新軟體 那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避免 它呢 會在背景 自動下載更新裡面的APP程式 或你的軟體 那講到軟體的部分 其實 安卓系統我都很建議 他們每一次有發布新的系統 或者是修補程式呢 你還是做更新 有時候有些更新呢 搞不好呢 也可以在耗電的部分呢 可以幫你做省電的動作 好 我講了這麼多 如果你們都覺得很懶 該怎麼辦 快教我 我就是那個懶人 好 其實 在安卓系統裡面 包含華碩啊 像我現在手上的三星 他們現在其實在於電池省電上面 都有做那種一鍵省電的效果 好 所以你們就剛講那麼多 你都不想要去再設定的話 很簡單 你就進來設定裡面 進到設定裡呢 你選擇 你看 我這裡喔 有一個電裝置維護 這邊就有一個電池 我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以後 這邊就有一個省電模式 好 你可以看到關閉 中度最大 其實它這邊呢 也是在幫你做省電 你也可以直接用 這樣子來調整你的省電 這樣子 有沒有覺得更簡單一點 有喔 有喔 好 大家還有什麼樣的小技巧 想要在下面分享給我 尤其是安卓系統的喔 iOS的部分呢 我已經把上面的資訊欄已經放上了 如果你對iOS省電密技有任何問題 你可以點那個影片 下面呢 都有很清楚的解說 還有記得 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安卓系統裡面 有一些APP呢 你下載長久不用 我建議你呢 都去把它卸載掉 好處是 第一 它可以節省你的空間 第二 有一些呢 會不小心你誤觸或什麼 那它可能在背景程式在運作 它也可能也會耗電 好嗎 那我們 下一次見 記得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把鈴聲打開 按讚分享 也請訂閱一下 破萬的Tim嫂頻道 掰掰 不是